為什麼我傷害這麼高啊 哇 到底在幹嘛 來啊 沒有在怕的喔 來啊 開玩笑了啦 算了啦 打不贏啦 沒有辦法啦 欸 不錯喔 對面五個都走出來了 沒有人刷野 鑽爛 那我只能說鑽爛 欸我還斷到他的補了 鑽爛 蛤 為什麼可以單殺 為什麼 這不可能的 這是不可能會發生的事情喔 這怎麼可能可以單殺啊 喔中路跑線了 速推 完啦 我沒有六等其實打團很爛 要六等才行 六等之前真的還好 打中單的話感覺復修一技比較好欸 因為這樣子推進很快 我是這麼覺得啦 你怎麼才三級 兄弟 你怎麼才三級 蛤 蛤 他帶了一個 和平時代的皮膚 真的這麼和平嗎 兩個一起上 我也不會怎麼樣 來啊 你能不能做到我願意 哼 好了你不要鬧了好不好 你不要鬧了啦 太和平了啦 太和平了啦 很少有中丹是不怕蜘蛛俠的耶 就這點來看的話 這隻中丹真的很優秀 但就是6級以前 影響力太低了 他在免控那沒辦法 我中丹被推了 哇這鋼鐵匙廢了呀 直接加速了啦 哇隊友倒光了 冠其實這一波很不錯 哇 你本來好好的怎麼出事啊 他肯定不敢踢我 百分之一百 也許我錯了 我還活著呀 這個加速太OP了吧 這個加速在逃命上太強了 對手都是差一點差一點 對手都是差一點差一點 對手一技比較強 因為傷害一波差太多了 他這是兩段式的輸出 3技是 點高撿那個冷卻好像有點不切實際 因為如果你先用3技疊滿了 你也不太可能在團戰中放到 他好像完全沒辦法 他不可能踢過來 百分之一百 百分之 一百 為什麼我傷害這麼高啊 這傷害高到我起雞皮疙瘩耶 大招 大招 全息 這到底怎麼玩 好啊 哈啊 好像是無敵的耶 Claim what is mine 呃 疊不滿 那個技能放歪了就疊不滿了 玩閘啦 OMG這樣就死了 You as I command You as I command You as I command 死 死 太神啦 You as I command Any hero has been defeated Any turret has been destroyed 死 Noooo 遊戲就這樣結束了 最後居然是由吞心來終結這個比賽 嘖 好像有點太強了 我覺得打中單 不要說打中單啦 我覺得輔助位也是一樣 應該要主二負一喔 因為我發現 你要用三技來點魔魅狀態的話 你 進入到人家體內 你一定放不了三技 所以真正會吃到有效輸出的 是二技和一技喔 三技點高的收益也很低喔 除了是要拿那個冷卻之外 他本身的傷害成長就很可悲喔 非常的可悲 所以我覺得不管你是玩輔還是玩中 都是主二負一 那他有個combo很好玩就是 你今天進入體內的時候會禁錮嘛 真正傷害高的話 二技要在人家的體內放 傷害會比較高 他會變成是留下一個小範圍的傷害 一圈這樣子 所以你進去人家體內之後 你放二技 然後放一技 一技要收圈的那時候 你就出體內 再把那個人 拉回你二技的那個範圍裡面 這樣傷害可以打得比較多一點 而且你在那個期間造成傷害 是不會解除你的無敵的 會解除無敵一定是你做了攻擊的動作 釋放技能的動作 開加速的話 也不會解除無敵狀態 所以你只要 習慣了這個combo的話 你會發現他就是一個可操作性很高 收益也很好的角色喔 不是那種 弄一堆花裡胡笑的那種操作 但是最後完全沒有收益這樣 但這次是 隨著你操作做的越多 你得到的收益越高 104.4K 好有料喔 天啊 這個如果你擺在隊伍高度配合的情況下 他可以做出來的效益 感覺上限會開得非常高 屬於是 隊友越強你就越強 完蛋了 又有一隻做壞的輔助 松鼠女孩都還沒有辦法這麼爽 這隻有玩弄別人心態的感覺 松鼠女孩沒有啊 就單純就 欸 機體很強這樣 而且這版已經被削弱了 那就輪到烏木猴了 這版是烏木猴的時代喔 兩百多顆 你能承的整個 你不及遲到